你是不是突然良心发现 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我 没人对你这么忠贞不渝啊 别浮想连篇了 我只是想给小花和油亮腾个空 给他们留点私人空间 他们有私人空间做什么 吓跳起呀 他们俩好了 不会吧 是小花脑子短路 还是油亮脑缺氧啊 你不觉得他们挺配的吗 油亮一直喜欢小花 你没感觉啊 一开始我真怀疑 它有点那个意思 可后来就不知不觉没了 这油亮怎么会喜欢小花呢 它不是有无果吗 他们俩该怎么着怎么着吧 咱们静观其变 别说太多 别问油亮也别告诉油亮 小花什么都知道了 放心吧 我又不是大嘴巴 这就是咱们俩的 小秘密 你去哪儿啊 能不能让我先把饭吃了 再给我添堵啊 遵命 我又能踩上的 去哪儿 吗 咱们俩就离了 小花 你干吗呢 你回来了 我刚一直在睡觉特别口渴 出来喝杯水 睡着了我刚才在楼下我看到你了 然后我喊你你没有搭理我 怎么这么快就睡着了 你看见我了 你认错人了吧 我一直在睡觉 那你睡觉怎么衣服都不换 我怎么没换衣服就睡着了 太困了 那个张宏大美呢 不知道 她俩最近走得还挺近啊 你干吗 怪怪的 没事 挺好的 你先喝水吧 小花 吃饭没 没吃 你也没吃吧 我去给你弄一点 要帮忙吗 不用了 别客气了 不是 你干吗呀 慌慌张张的 没 没事 小花 要不咱们出去吃吧 为 为什么呀 反正要咱们俩随便对付一口得了 你那个 那本美食地图上 不是还有很多没有吃的吗 咱们今天去吃顿好的 走吧 别 别啊 出去吃多浪费啊 在家吃挺好的 咱们店的风波刚刚平息 必须得吃一顿好的吧 走吧 那你掏钱 凭什么呀 谁让你是老板啊 谁踩我找呢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感觉到我的心跳了吗 没感觉到 感 感觉你胸心快下处业了需要锻炼了 你换洗发水了 我还是喜欢云莱那个味道 这个太甜了 那别再说了 你记什么 我说洗发水 是不是想多了 这就是你的美食地图啊 今天店庆稿活动 那我们可以占点小便宜啊 还不是给你省钱 完了 小花儿 我没带钱 你带了吗 你又玩假装没带钱的游戏是吧 好玩吗 怎么那么无聊啊你 你今天怎么了 怎么情绪起伏不定啊 那么难琢磨呢 我生理期不行啊 好吧 这个理由我就勉强接受吧 请慢用 谢谢啊 当心吃胖了没人要 没人要就没人要 又没人强迫你要 又想多了吧 我指的是你未来的那些男朋友们 不包括我 别动 你 思雅花 我真想不明白 你的那堆男朋友是怎么忍你的 又没有让你忍 我一直都在忍 你看不出来吗 嗯 您好 这周我们店庆 微信支付的话可以打九折 呃 如果男女朋友亲一下 发朋友圈的话 可以打六折哦 我吃洋葱了 我也吃了 我早上没刷呀 我一个礼拜都没刷 六折能省不少钱 牺牲一下 来 不不 等一下 我 支付成功啊 好的 谢谢 嗯 这么调戏我有意思吗 没看出来啊 还挺期待的 要不 咱们就亲一个吧 咱们 这么调戏我有意思吗 关门儿 坐 好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跟小花表白了吧 表白什么 反正你女朋友也非啦 赶紧跟小花好了吧 赶紧跟小花好了吧 你们怎么说啊 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举案齐眉相敬如宾 等等等等 我们才认识一年多 怎么就两小无猜了 我说的是人生感受 你不觉得你和小花第一次见面 就有一种他相于固执的亲切感吗 这还真没有 你跟油亮出去了 嗯 我们出去吃了个饭 相处得不错吧 什么呀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了 他女朋友刚走 作为朋友我应该要安慰他几句吧 但是他们又是因为我才分开的 说多了吧 好像很有心机 不说吧 这么久的朋友了 感觉很不仗义 你别跟我说什么仗义 跟人玩暧昧就是不仗义 他们俩分手也都有你的原因吧 人家女朋友前脚刚走 你后脚就跟人约会 这算什么呀 这哪是约会呀 再说了 就我这情商 我哪会玩什么暧昧啊 不拒绝 不表态 不反对 这就是玩暧昧 现在没有中间路线 行 就挑明了跟人相处 不行 就各走各的路 再见还是朋友 我真不明白 小花温柔体贴 端庄大方 心思朴素 脑子简单 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你偏偏把她放到一边 去跟什么吴国好 像尤亮这种人 对待感情太黏糊 做人也太不地道了 吴国有什么好啊 霸道专横 蛮不讲理 这心里明明是喜欢你的 却跟别人谈恋爱 这不明摆着耽误人家吴国吗 你们相处这几个月 闹不出过多什么事 你还把她当宝一样 这吴国也真是的 还把她当个宝舍追着不放 这要是我 要是我 我早晚给踢了 她现在走了 你赶紧放炮庆祝吧 你的悲惨人杀 终于要结束了 没你说得这么简单 吴国对尤亮太好了 她应该是怕一次次拒绝 太伤害吴国了吧 你当谈恋爱是吃救济啊 给你一点好处你就跟人走 就算人家对你再好 你心里没有人家 那也不能接单啊 你不就是觉得 你对不起人家吗 人家对你一片真心 你对人心缘一马 尤亮 你这个人啊 就是心太软了 对 是心软了 结果呢 那小姑娘还不是流着眼泪飞走了 如果一开始 就不坚决拒绝 以后伤害就会更深 你别多想了 你跟那个暴徒分手啊 不是因为小话 就是没有小话 你们早晚也得分手 你们俩在一起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人没有不犯错误的时候 犯了错误 赶紧纠正就可以了嘛 她现在正好走了 你啊 赶紧开启你的新生活 啊 现成一姑娘 就在对面 赶紧把她拿下 不然啊 又跟别人跑了 你要是跟尤亮对无果一样 最后也会跟他们现在的结果一样 劳艳纷飞 对尤亮的伤害就会更大 那还不如现在就当机立顿 把话都说清楚了 以后没准还能和平相处呢 可是她都没说破 我总不能主动去跟人家说吧 你让她怎么跟你说破啊 女朋友上午刚走 下午就跟你表白 那她成什么人了 不是 你纠结什么呀 心里明明装着小话 嘴上偏偏不说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小话这么温柔一姑娘 你们俩在一起 她能跟你闹出什么事 真是有福不知想 偏向胡山行 谁说 我心里装着小话 尤亮喜欢你这么久 你难道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我要知道我还来回撮合他们 那我也太恶心了吧 这样吧 我明天帮你把她给回了吧 别 你说多不好啊 你再让我想想 这还有什么可想的呀 说实话 要是真的失去她这个朋友 我挺舍不得的 哥们儿 没意思了啊 装什么呀 你喜欢小话不仅我一个人知道 大梅也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你以为我们出去约会干什么 就是给你们留点私人空间 对 吴国 都跟你们说什么了 跟我们什么都没说 但是她什么都告诉小花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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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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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欢迎光临 你早上来上班怎么也不叫我啊 看你没睡醒呢 你叫我不就醒了吗 看你最近太累了 让你多睡会儿 你早上早太早包没拿 谢谢啊 你都知道了 小花了 提叔吃韭菜了 我 我说你 你能不能先说个考咱们再来聊这么严肃的问题啊 找我有事啊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你对小花的感情 小花她已经知道了 我知道了 张红真是个大嘴巴 你现在不也在跟我说吗 你跟张红差不多 我帮你们说破了 我帮你们说破了 是怕你们相处尴尬 小花 找你聊过吧 她怎么想 刘亮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如实回答我 你 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小花的 一开始 跟她在一起我没多想 我就觉得她大大咧咧的 很好说话 她对朋友特别直 心里不藏事 跟她在一起很轻松 也很简单 端午节那天去放风筝 我突然看到她和乔马在一起 我心里就说不出的别扭 也许 是那天开始我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我开始在意她的想法 我怕她受伤 怕她难过 只要看到她心情不好了 我就会忍不住地 去关心她 去安慰她 咱们网店刚开的时候 第一天晚上 她陪我去拉水果 我们跑了一路 累得够呛 她用围巾 把自己的脑袋 绑在椅背上 睡得东倒西歪的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如果以后 她跟着我 我一定不能让她吃苦 那你喜欢小花 这么长时间了 为什么不说呢 我什么都没有 我任何物质保证 都给不了她 我开不了口 你认识小花这么久了 她什么样的人 你心里不清楚吗 她对物质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现在是没问题 以后呢 总得结婚生孩子吧 总得有套房子嘛 我们不能永远四个人 挤在这一套房子里吧 刘畅以前也不是这么物质的女孩 可生活压力这么大 面对这么多的具体现实情况 不误之也难吧 其实 小花和乔婉分手以后 我犹豫过 要不要跟她把话说清楚 但她又碰到了老谢 老谢虽然年长几岁 但她各方面条件 都比我好太多 会体贴人 会照顾人 我想 小花跟她在一起 应该 会比跟我在一起 要高兴一点吧 喜欢一个人 是希望她变得更好 而不是更糟糕 不是吗 那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要不是无果闹开 要不是无果闹开 其实我希望 和小花一直保持 这种轻松的朋友关系 我怕如果我们真在一起了 到最后连朋友都没得错 现在呢 看小花吧 如果她还想保持这种朋友关系 我没问题 都说开了 还怎么保持普通朋友的关系啊 你装傻 他装傻 能装几天啊 我也觉得不错啊 行 那你好好见面吧 幸福 得自己争取哦 好 拜拜啊 谁啊 小花 他网上有约 说不回来吃饭了 他们家给小花介绍了一个 他爸战友的孩子 英国回来的 大学老师 才三十出头 就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 最重要的 听说比乔马还高 比乔马还帅 你也知道 小花有点外貌协会 一看照片 就已经心花怒放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那个留学博士 对小花 还非常喜欢 有两个我可提醒你啊 你再摸进 小花又跟人飘走了 我真想不明白了 小花这么朴素一女孩 怎么会那么强手呢 他要找到喜欢的 我祝他幸福 你干嘛去啊 送货吧 大白天送什么货啊 我都背负我自己的 这家真好吃 不热 喂 你在哪儿 在吃饭啊 跟谁啊 就说一个朋友 怎么了 为什么呀 就听我的快说 不方便说是吧 不方便说算了 跟 跟一个朋友怎么了 你好好见面吧 莫名其妙啊 突然挂我电话 为什么要说一个朋友啊 回头你就知道了 又打过来啊 喂 你从店里走为什么不关灯啊 今天单子在哪里啊 没准领外你就下班 是不是不想干了 喂 喂 神经病啊 又挂我电话 他居然说要开除我 你说他脑子是不是被油炸过了 小花 要不你跟油量 就发展发展吧 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这怎么发展 反正你心里也舍不得 就先处着呗 回来了 我先换衣服去啊 嗯 我让你回来 这一天都觉得他脾气挺不对的 我也是啊 我也觉得他的情绪不好 他怎么了 我要是告诉你了 你可不能告诉其他人啊 又亮在交友网站上登记了 找了个女的 照片我看了 长得挺漂亮 让她是身材巨尽爆 真的假的 真的 又亮看你对他没什么感觉 这心里挺苦闷的 怎么说这个他也是一个 正常的男性 有个七情六欲 很合理 怎么可能呀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 这年头谁愿意为了谁 守身如玉啊 我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愿意为大梅守身如玉 找着了就找着了呗 挺好的 我祝福他 你怎么这么怂啊 什么 这就完事了 你不知道要怎样 回来了 对啊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你自己问他啊 怎么回事啊 拿给你又亮回来了 又亮 我请告诉你 以后你的衣服别跟我们混在一起 你腕子有多臭你知不让 又不是第一天了 哪儿那么多事啊 你一直就看不顺眼了 早就想说了 你就这么看不顺我啊 反正 以后你的衣服你自己洗 别跟我的放一块儿洗 我又不是你保姆 我天天给你洗呢 你不是最擅长当保姆吗 怎么突然想提高层次啊 没人把我当保姆就算了 你凭什么把我当保姆啊 我层次那么低吗 你就是这么低的层次啊 你刚知道啊 原来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啊 我什么人你还不清楚 只羞耻 赛老花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你心里清楚 我不清楚 你跟他俩说什么了 你讲故事呗 明白了 不就是见了个把帅哥吗 还占有家的孩子 还留学博士呢 还神高马大呢 肤浅 你说什么呢 你给我说清楚了 你都偷偷相亲去了 还怕人知道啊 你自己偷偷跟网友开房 你凭什么给我泼脏水啊 谁跟网友开房了 你别污蔑我 我没人污蔑你 就是你自己 你亲的戏 你搭了桥 现在你给他们解释清楚去 还不是你怂恿的呀 我不去 谁跑去跟网友开房了 你别污蔑啊 我就不去 别 我才不是污蔑呢 我没有 就是你 张宏 你好好给他们解释吧 解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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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解释什么呀 张宏 想起来了 其实啊 也没什么男朋友 也没什么网友 这也都是我的一个激将法 想让你们好好地谈一谈 谈清楚了 开始谈恋爱 免得我们看着都着急 张宏 你开着什么玩笑啊 拿我们多闷子啊 你这什么朋友啊 就是啊 怎么能开玩笑 你疯了吧你啊 你不是 你别打我 我这也不是为你们着急吗 一个友情一个友谊 偏偏跟捉迷藏似的躲来躲去 我都不知道你们 到底要干什么 还要这样不情不楚地拖下去啊 过几天 小花在找个男朋友 刘良他找个女朋友 你们这对苦命鸳鸯 就又没戏了 我真的就想不明白 你们俩不是挺合适的吗 在一起就完了 看看你们两个人脸上的褶子 都快三十了 还有多少时间 让你们这么拖下去 烦死了 赶紧好好想一想 谁啊 我睡了 听到你进门了 睡什么睡啊 小花 这两天 我冷静地替你跟尤亮想了想 你跟尤亮的感情其实挺深的 你自己想想 你跟尤亮在一块的时候 是不是感觉特别轻松 特别没包袱 这就是感情的更高境界 文艺一点的说法呢 就是相濡以沫 那通俗的说法 是不是叫老夫老妻啊 别说 你跟尤亮还真有点 老夫老妻的感觉 这还没谈呢 都老夫老妻 花还没开就写了 你多冤枉 你这一年啊 这朵花也没少开 知足吧 小花 前两天店里出事的时候 我坐在咖啡店等结果 当时我就想 如果结果是好的 我就告诉你 以后我们一起工作 一起生活 好吗 如果结果不好 我就什么都不说 那天晚上 我走在店门口的时候 看见灯没亮 心里比任何时候都紧张 结果一辆车过去了 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了 当时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我看见你站在玻璃的另一边 我真想跟你说 小花 让我们一起携手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吧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吧 可我就是说不出口 我的心里一直纠结 希望咱们 一直都是这种 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免得相处到最后 相互伤害 可有的时候我又不甘心 看见你跟别人谈恋爱 跟别人分手 我就问自己 我就该这么眼睁睁 看着你从我身边一次次离开吗 小花 经过这么多事 现在我不愿意想这么多了 我只想问你一句 咱们俩 要不要往前再走一步 我在小区花园东边等你 来或不来 我都在那儿 如果你不出街 这些话全都我没说过 希望咱们 能够继续是好朋友 我爱你 我心里 你不得了 你可打一遍 你怎么才来啊 都等你半天了 你说在花园东边 你不知道女的分不清 多南西北的 我 叫尤亮 今年二十八岁 摩羯座 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 目前没有固定工作 尚处于创业初级阶段 在花 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天气预报说晚上有雨 我跟你送把伞 那 要不是天气预报的话 你就不下来了是吧 尤亮 尤亮 我俩太熟了 熟得我常常忘了性别 熟得我常常忘了我是个女的 你是个男的 熟得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能在一起 你微信里说 你微信里说 如果我不下来 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可是我知道 说出去的话 喜欢过的人 不可能当做没发生过的 我要是不下来 一定会失去你这个朋友 我在北京朋友本来就很少 失去你这个朋友 我会害怕 你这算温柔地拒绝我吗 我说不清楚 我说不清楚 能不能让我想一想 好 想多久都可以 要是想十年呢 十年 你反应也太慢了吧 我要是脑子好用的话 我用得只要复读三年嘛 还好你复读三年 要不然咱们都碰不上 谁让你复读的 我明天就去给她写封感谢信 洪霜写 我妈 你去谢谢她吧 回去吧 你 你手上怎么那么多汗啊 是你手上的汗 你手上的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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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驾驶 怎么样 我这是成就了一对野鸳鸯 你别傻了 搞得那么结婚似的 这才拿到哪儿啊 我跟你说等我使使劲 等我和大美好了 等我们刮出地落的时候 咱们办一个集体婚礼怎么样 你跟他俩结婚吧 可不可以带上我 话别说死了 说不定到时候 你就改变主意了 他们这才刚开始 等结婚还得十年二十年了 二十年 你当泡马拉松啊 急了 这就急了 尤亮 落我房间 有话跟你说 小花虽然只比我大几个月 但是她的人生发展缓慢 这脑子也简单 你想说什么 你要是真决定了 就给我好好地照顾她